本身是天主教徒 但是我對道教一直都很有興趣 所以我修學分的時候 我就專門找道教人道 就是看到就很想去探訓 那這個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就是一直都是在自己的腦海裡面 會有這個盤學可能是音源 比較有深厚的那個 那我那時候去念研究所的時候 是一位修理人在我們學校任職 然後他就說你有沒有來念 我說我沒有準備 他說好試試看 我就真的就去了 就一腳跨進去 然後我記得迎新會的時候 有一個也是學長姐 他會教我一些配方 然後我就跟那個 正好帶我那一組的是秀容學姐 然後秀容學姐就會很熱心的告訴我一些 那我那時候接收到的訊息就是說 第一個重點就是要有興趣 你對你以後的論文 一定要先有個興趣的方向 那我第一個是我本身是天主教的 然後我興趣是當然自己本身的宗教 再來就是道教 那我反而對佛教還沒有那麼 因為我覺得他太深奧了 我覺得但是我從小就對道教比較有興趣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我如果不寫天主教的我就會寫道教 那後來就課程修 修了以後然後 後來修女就跟我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修女是我的學姐 講我理解 然後她就跟我討論她說 第二個重點就是你要寫你熟悉的 你的範圍內你要熟悉什麼 你找材料比較好找 那後來我就想想看 好到教做研究 然後寫論文還是寫本來的天主教的 因為我材料比較多 那我比較熟悉 然後我知道她的道理 一貫的道理怎麼樣接怎麼樣那個 所以我就好 那所以我就寫論文寫天主教 但是我都是上課幾乎都是上到教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是興趣嘛 第二個就是你的熟悉 第三個就是講耐力 那當我在寫論文的時候 當然前面學長姐跟講過 除樂老師教的那一套大通小語 那我在寫的時候 我就特別的感覺到 我的能量一直在用 那我就給我自己一個期許 我在兩年內我一定要溫成 因為那時候就聽莊信心老師講 有學長姐喔 兩年內就拼出來喔 但是要很拼喔 那我後來我就記住這一句話 我兩年內我也要拼出來 但是我在寫第一章第二章的時候 第三章的時候都沒有問題 然後有時候那時候 在寫電腦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是MSL 然後看到一個神父跳上來了 我就說神父好啊 我在寫論文啊 他問你在幹嘛 我在寫論文 他說寫得怎麼樣啊 我說非常的 非常的 不能夠請止遇罷婚的 靈感非常的多 很好 我就在那邊一直寫 我說寫得好愉快 心情很快樂 然後他說很好啊 我說神父你有沒有什麼 可以建議的喔 可以給我一點資料 他說哎呀叫聖神引導你啊 他就他就跑了 我就說這個人真的是 本來想跟你請教挖一點寶 馬上就散人了 他就跟你丟一句那個聖神引 就是我們所說的三位遺體 那個第三位 然後我就說好啦 好反正也是寫得不錯 但是就像大家說的 一定會有個瓶頸 瓶頸在我最後一章 那個時候我就發覺我的難量 都已經用到快沒了 然後坐在那邊寫的時候 那個心情就完全跟前面不一樣 那個時候就會覺得很燥熱 就覺得好像是那個輻射 就可以感覺到那個電腦 螢幕的輻射過來 然後自己就覺得好像坐不住了 我會胸悶 然後會覺得會很燥 會很那個 就感覺整個情緒都不對了 然後我就趕快起來走一下 走一下我就把这个感觉 也是跟我的一个学长 也是道教的一个学长 道教我跟他分享 他就跟我有一些建议 然后后来也是鼓励 也是他这个学长也不错 蛮会盯我的 就像教授 你什么时候应该送第几章 你什么时候就会提点一下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就像如果你身旁没有同伴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这种学长 或是学姐来帮忙 帮忙提点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都是单枪匹马 因为我的小孩没有办法帮我 然后我那时候到国家图书馆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算议界的学长谢耀德 他带着他两个小弟在那边忙 顶应啊 然后跑来跑去 哇那个症状我看起来 我说哇 这个好像那个论文很快就可以出来的样子 我想说哇 我这个要活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种孤单的感觉 但是还好有那个学长一直在提点我 然后我现在就是说讲到最后那一章 我遇到瓶颈的时候那个心态 那个情绪 那个怎么样度过 那个真的是要最大的耐力 那最后就是以耐力的 那就是我相信各位 各位也有这种可能写到最后 有时候会有这种情绪会出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也把我的经验分给大家 就是说你一定要撑过去 一定要把你最大的耐力 最大的能量都用出来 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完成 写完了以后交给老师 然后碰到要改的 那有的人就是会卡在那个地方 因为有些地方要修改 等于他这一张或是两张 或者是后面三张 等于完全都要翻牌 全部都要重新 那那个时候他就很受则感很重 那这个的时候 我们同学在旁边就会护育他 给他精神上面最大的护育 然后再帮忙他 这个时候就是要 同侪就要出来了 还有学长姐就尽量的 帮他度过那一个关 他只要找到那个 他要的东西就OK 那我现在分享 那就是我的一点点经验 那其他的话 如果大家有什么的话 我可以再分享 好 谢谢